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央行或者是人民银行甚至是新华社都一直在说呢 批评数字货币在圈钱或者是炒作的领域 对大家构成了一些割韭菜的这种不好的印象 那么打着区块链的这种技术上的支持呢 其实呢很多我们知道国内的这些数字货币 包括澳洲墨尔本也有一些少量的 那么本身呢都属于资金盘 或者是一些我们说这个传销 类似的一些不太好的现象 那么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 那么科技这个东西呢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赚快钱 那么这个市场的风险就会比较大 在整个数字货币市场里面呢 比特币的占比呢大概是66% 也就是说目前呢整个数字货币的市值不到2000亿美金 比特币呢就占到了接近1300亿美金 所以说呢这个市场其实没有那么大 很多机构呢不愿意进入这个市场 就是因为它的体量太小了 我们知道澳洲的股市呢 每天的交易量大概是40亿到50亿澳币 那么全球外汇市场上交易量大概是6万亿美金 所以说这个体量是足够大的 有机构愿意去能够承受了机构 那么大的一个资金的波动 比方说我现在买了1000亿的比特币 我就成了第一个大庄家了 所以呢这个体量不足以让国际资本参与进来 所以说呢大部分呢参与者还是一些小散户居多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作为长期投资者来讲的话 那么这个资产标的就不是那么好 那么顶多我们能在消息出现的时候 比方说中国政府限制比特币的使用 或者是打压数字货币 那么这种时候呢 它的价格往往是快速下跌的 所以呢我们抓住短期的一些投机的机会 那么也能够为我们的财富带来一个较快速的增长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回顾一下宏观的经济形势 那么在最近呢美国股市频繁创出历史新高 作为空投呢很多机构呢是被频频打脸啊 因为包括像摩根斯丹利 在去年底的时候呢就是看空美股 今年年初一直迟迟没有行动 一直到最近啊七八月份之后 那么作为摩根斯丹利的投资者呢 非常抱怨啊 因为其他的投行呢 大部分都在股市里面已经赚了很多钱 但是少数的机构啊 像摩根却是没有满仓去操作股票 因此呢目前很多这些后面进来的机构呢 在最近几个月也是开始买入美国股市 原因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过去五十年周期里面的那种情况 在今年不太适用了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负利率时代 那么在过去呢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所以呢我们之前所说的国债收益率 远期收益率倒挂的现象呢 在目前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用了 不是那么有效的去评判 是否可能未来发生金融危机 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 美国股市尤其是道中斯纳斯达克 领涨全世界的股市 那么在澳洲来讲 我们也会收到一项相应的利好 尤其是大家觉得未来可能有风险 那么最近股市还在涨 那么这一类就属于防御类 消费类医药类的股票 表现都非常的出色 那么经济层面呢 其实大家我们都知道 各国通过央行的降息 印钞 那么将可能发生的危机 或者是潜在的危机 推迟 或者是限制延后三到五年 或者再往后延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每一任央行行长和政府官员 都不希望在自己在任的时候 发生金融危机 对吧 本来好好的政绩可以流明万年 流明千百年 但是呢 如果是在自己的任期内 发生了金融危机 那么这个呢 就会要替之前的三到五届 政府背锅 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 大家就是尽量让这个危机往后延 所以呢 中央行也好 或者政府也好 现在呢 降息完了 假设没有办法了 还可以印钱 对不对 澳洲政府已经说的非常明确了 我们还可以印钱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就给市场非常强大的一种信心 那么经济层面相对比较稳定了 那么其实我们就要看的是政治方面了 目前美国方面的大选 也是牵动着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注意力 美国特朗普总统呢 目前的支持率并不是很高 不容乐观 那么在未来呢 他也是面临着党内两个额外候选人的压力 竞争压力 那么还有党外 对吧 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党派的较量 所以呢 现在特朗普的日子也是不太好过 那么前总统拜登的目前支持率 已经是远远超过特朗普总统 接近16个百分点 但是呢 从历史的表现来看 民主党获胜呢 市场往往是股债双雄 那么共和党胜出的话 往往是股市上涨 债市下跌 所以呢 其实在长期美国资本市场里面 股市的上涨 往往是非常坚定有力的 并且持久性非常长 除此之外 我们再看一下受到经济周期影响 最大的就是石油了 很多人知道我最近或者之前 就已经开始推荐石油的产品 那么包括油价 或者是原油期货 或者是原油类的股票 最近表现都是不错的 原油呢 因果原油也是从50多 一直冲到了62块 中东呢 目前是在正在打造沙特阿美 在美国 或者是其他交易所的上市计划 那么最终 沙特阿美作为世纪级别的一个IPO项目 最终的估值是多少 那么原油目前的价格将会直接决定 它的估值价格 所以为了保持估值较高 中东是非常愿意 现在的油价继续稳定上行 因此他们会不遗余力的去维稳石油价格 所以OPEC整体的成员加上俄罗斯 目前对石油都是一个支持的态度 并且美国方面 页岩油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小的危机 主要还是来自于政府内部的一些小矛盾 因为受到选举啊 环保啊 这些因素影响 页岩油的开发在美国未来会存在政治风险和隐患 一旦美国的页岩油产量下降 那么整个全球经济 还有这个石油 或者石油的产出量 依旧会向中东地区偏斜 那么那个时候呢 定价权如果是回到中东方面 那么我们相信石油底下还是会有较大的一个支撑 再加上季度性回暖 南半球回暖了 是春天夏天来 但是我们会看到人口总量 或者是石油消费量最大的北半球 在冬季 未来对石油原油的一个需求量会极大的上升 因此呢 在供求方面也会对石油价格产生一个不错的支撑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那么也感谢大家在周日参加我们 格伦威布雷大型的活动 那么到场已经是有超接近是300人左右的一个规模 如果是大家周日有时间去的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一下给身边的朋友 分享一下我们的戴若无比先生的一些投资理念 还有2020年的一些展望 如果大家没有来得及去参加活动的 可以收看我们YouTube之后的一个回放 那么如果想参加之后 12月1号我们在北区Preston的讲座 那么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或者是深入的了解 更细致的戴若无比的一些投资理念 或者是股票推荐 那么欢迎大家12月1号参加我们北区的讲座 报名链接和时间具体的地点呢 都在我们视频下方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